亲爱的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继续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如何自动化的做视频 后面呢也会给大家讲一下 矩阵管理怎么样去做对吧 现在我们再次的来演示做视频 那么这一节呢也是本套课程当中 关于如何自动化做视频的最后一节课了 所以呢希望你们能够认真听认真学 我发现有些同学在学我这课程的时候 点击了加速 哎呀说实话 我正常速度你能够听得懂 你已经很聪明了 还加速 所以呢我们就不说某些人了 有些人就好像很什么一样 加速加速再加速 最后啥都没学会 很多细节都没听懂 听课的过程当中也没有任何思考 最后啥都不懂 然后直备老师 老师你剪得不够好 哎呀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啊 就这样吧 当然你们实在是特别聪明的 你要加速两倍三倍都是允许的 都是可以的 我只是说一下 不懂的就不要装懂啊 要认真学 否则 你在那里瞻懂 老师又花了很多心思 最后你还是不懂 那就有点浪费彼此的时间 你真正有那个实力和能力 一听就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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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我祝福你啊 我为你感到开心 好了各位同学 现在我们重新来创作视频 我们再一次打开我们这个智能剪辑软件里面的 模板视频里面的故事影视解说 是吧 这个比较简单啊 比较简单 清空它 是吧 我们这个软件很多功能给大家简单看一下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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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功能太多了 你看这个视频处理大全 它就有无数的功能 如果你真的是在短视频赛道啊 那么这个软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啊 因为它一切都能够自动化 智能化 批量化 流程化 最大化 你何必辛辛苦苦还手工去做视频 或者一个一个的用剪映去做视频了 对吧 当然那也是你的选择啊 我 我没有任何的意见 我只是跟你说有其他的选择 更好的选择 你看我们这个多场景 顺序列变 是吧 有多种模式 你想做什么样的 你设置好 机器人自动化去帮你做 一次设置 然后一直帮你搞定 为什么不去做这种有生产力的事情呢 你看有很多功能是吧 太多了 啥功能都有 你看主要的主流的常用的 多少种功能 600多种功能都集成了啊 都有 你看都有 啥功能都有 看看 看看 看是吧 我没有推荐你们买软件啊 记住我没有推荐 我只是给你们展示 有这么一种选择 明白吗 我说的是真话 真心话 好了 现在我们看这个模块化功能合集里面的故事影视解说 我们把这个总的软件缩小 我们要导入刚才我们重新让那个确GPT生成的内容啊 是吧 重新导入 这这五个是两个是郑俊瑶说人工智能的啊 这两个都是人工智能的那两段 然后这后面的呢都是什么心灵语录对吧 人生感悟这种 所以呢 这五段呢 我们都来做 因为前面我演示给大家看如何做带货视频 对吧 热门带货视频 快速的变现的视频 现在我来教你们如何做这种有人设的 有自己明智的 有自己明智的这样的视频 能够打造你的人设 能够树立你的形象这样的啊 我们现在把这五段文案呢 拖进我们这个工序当中 是吧 强选 然后按鼠标左键按着他拖到这地方 是吧 哇 导入成功了 然后呢 这里我们做五个视频 然后我们可以两个线程一起跑 然后呢 我们要做这个横平的啊 做横平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次我想做一个高端一点的 给大家感受一下啊 我们选择这个横平的啊 横平的 横平 然后呢 这里我们选一个横平长竖平 对吧 横平长竖平 就是中间是横平的 最后做出来是竖平的 然后背景图片呢 我们看看用什么背景图片 我们就用这四个背景图片 是吧 用这四个背景图片 四个背景图片 啊 就这样 好吧 就这样 背景图片填充 然后这这些都不用设置啊 然后这里呢 这里我们可以这样设置啊 可以两三秒就这样啊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选择快速模式 基本上按照它默认的也行啊 你们不会配置的老师可以帮你配置好 之后你就可以一键搞定了 不过前提是要先认真学课程 音乐呢 我们可以选好听一点的音乐 我们导入音乐的文件夹在这里保存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添加一个保存的视频 对吧 ChatGPT文案做成的立志啊 或者做成的个人IP立志视频 这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啊 才写的这么详细 即使你从命名写为一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现在点击这里啊 点击这里 我们拖动一下啊 拖到这个保存目录当中来 基本的配置呢就配置好了 有多难啊 我就理解不了 为什么有些同学说这个软件好复杂 复杂在哪里 不是很简单吗 啊你们是怎么理解复杂的呢 你看 这些文档拖进来这一步会不会 然后这几个数字阵填一下会不会 这里打个勾会不会 这里改为二到三会不会 这里保存一下 选一下音乐的目录会不会 然后添加一下保存目录会不会 会就可以了 就可以开始了啊 为什么还要一直一直去说 好难 好难 好难呢 哇 你有那么多时间去感叹好难 你还不如再看一遍 老师怎么说的是吧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啊 数字啊 导出标题是数字 然后呢 这里我们可以给他加个 加个标题啊 加个主题 我们可以说 正确与分享核心感悟是吧 就这样 然后呢 标题我们可以选这个数 主标题 然后这里我们还可以加个副标题 比如说 确的GPT实在太厉害了 对吧 然后这个我们选为副标题 这些具体怎么设置 你如果是开通了我们这个软件的话 我们有非常全面和系统的课程 去教你这里面的每个细节啊 现在呢 我只是给你们简单的演示一遍 免得让你们不知道整个过程是什么 然后呢 主字幕呢 我们用这个数评的字幕 对吧 数评字幕 标题也添加了 好 这部分呢 就过了啊 就选个标题 就这样 然后字幕预设这里呢 根据你的要求在这里去选 选了之后 添加一个预设啊 就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配音参数 对吧 就就就 刚才也选好了 就这样 销虫不用理他 滤镜不用理他 多文件夹可以理他 我们现在要 结合刚才这个 确GPT为我们写的文案 来配上我们自己的素材 我们现在清空 他为什么要清空他呢 因为刚才这些都是那个 那个饼的啊 那个榴莲饼的 我们清空他 因为我们现在是要讲人工智能 还有讲这个心灵的一些历史的语录 对吧 就不要弄这些饼了 我们把它清空 清空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导入属于我们自己的素材 我们的素材呢 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分类啊 你比如说我现在演示给大家看 唯美 你看 唯美 素材与雅各素材 对吧 哎呦 没有吗 哦 对对对 它是这样子的啊 唯美的加上雅各的 是吧 然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他啊 我们可以选择 我们可以直接导入啊 导入他 我们导入这个啊 郑俊亚Vlog 这个唯美素材与雅各素材 就是有一部分是风景的 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的 对吧 这样结合起来 你看风景自己 风景自己 风景自己 对吧 这样结合起来就看起来很好看 是吧 我们就导入这整个文件夹 这叫复级文件夹啊 点击他 我们点击选择他 哇 全部都导入了哦 是吧 然后呢 按照他循环的模式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现在我们点击开始合成 对吧 开始合成 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我这个视频呢 这节课我就不去加速 也不去暂停他 大家就一起来见证一下 我们这个软件 自动化剪辑视频 它的效率如何 这里我们用到的文案 就全部都是来自这个 ChartGPT的啊 自动化写文案 现在自动化做视频 你说够不够幸福呀 我现在不由自主的 想拿起一杯茶 在旁边喝 然后看这个软件 是怎么自动化剪辑的 感受一下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带给我们巨大的福音和福利 我再喝茶 我再喝茶 你们也拿个杯子喝一下 是吧 你看 他已经做两个了 为了让大家见证一下 打开这个保存的文件夹 你看是不是做了两个 不是之前做好的 是现场做给你看的 有些同学在想 老师是不是已经做好了 然后骗我放在这里 不是的 他现场做的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时间 点击一下右键 然后看一下属性 哇哇哇哇哇哇 看一下时间看到没有 是不是3月3号 11点34分42秒 看到没有 是不是刚刚做的 你看是不是又生了两个出来 等一下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他做出来的这个视频效果如何 你只有见过你才知道 我的天啊 原来可以这样做事情 原来可以这样创业 原来可以这样做短视频 所以不要活在自己的信息减凡当中 一定要敢于去超越 敢于去突破 敢于去颠覆 尽量的去释放你的这个人力啊 提高你的创造力 其他的大部分工作 交给人工智能机器人去完成 好了就这样 你看五个视频已经做好了 这五个视频 你看任务完成 这里五个视频全部搞定 对吧 人工智能自动化 给你写文案 看到没有 然后呢 人工智能 剪辑软件自动化 为你做视频 你呢负责喝茶 搞定啊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互联网营销专家 互联网营销专家正俊亚说 人生中最重要的说 人生中最重要的不是你拥有什么 流联网营销专家正俊亚说 流联网营销专家正俊亚说 互联网营销专家正俊亚说 人生不是一场场胜利和失败的比赛 而是一段段经历和体验的旅程 让我们保持热情和好奇心 敢于探索未知领域 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多彩和精彩 我的天啊 你说这样的视频你手工去做 你要做多久啊 来各位同学 现在我们把这个保存为第一批啊 这个是第一批 等一下再做一批给大家看啊 为什么因为第一次的时候 他有一些bug啊 就做的不是特别完美 我们可以修改一下他 比如说这里啊 这里有字幕预设对吧 刚才我们在这里选第二个标题的时候 他来给你们看一下啊 他有有一个字突出来了啊 互联网营销专家正俊 看到没有 这个字被挤到下面来了 现在我们要改这一句 然后呢 下面的这个这个这个字幕啊 我们要让他重新调整一下啊 重新调整一下 好 现在我们来啊 准备调整 就调那个声音 那个音乐啊 前景音量我们可以改为10 背景音量就是音乐 可以改为1 这个是配音的音量 这个是音乐的音量 调整一下啊 然后呢 然后我们要改一下那个字幕 字幕预设这里啊 我们找到刚才选的这个字幕 你看这个是主标题的正常 副标题的啊 副标题我们可以点击修改 然后副标题的这个字幕大小 我们可以改为40啊 我们可以改为40啊 改为42 好吗 然后这样就可以了啊 提交 然后再来改一下那个竖屏的字幕 这个我们也改一下它 竖屏字幕呢 我们可以改为20个字 然后字体呢 可以改为38啊 就这样 就改一下就行了 很难啊 然后现在我们重新让它再做啊 再做五个 为了加速我们改为三个线程啊 就三条线路一起跑 这样做得更快 好了 各位同学 现在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啊 修改之后等一下会是什么样子 现在人工智能剪辑软件自动化 开始帮我们做第二批的视频了啊 但是呢 并不是说所有的电脑都是这么快啊 有些电脑可能会慢一点 你比如说你的电脑是10年前的 20年前的 那运用起来肯定是有点慢的 我这个电脑呢 是两个月前最新配置的 所以呢 操作起来它会快一些 所以你就不要太纠结 最重要的是自动化 对吧 你设置好之后 它能够自动化帮你做 这就让你足够省心了 这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三条线程一起跑 速度非常快 是吧 这五个视频在一分钟左右 等一下就全部搞定 一到两分钟吧 一到两分钟 平均下来每个视频呢 就是几十秒啊 几十秒就搞定了 当然前提还是 这个电脑的性能要好一点啊 所以 好码配好安啊 对吧 好码配好安 你的这个确GVT这么强大 你有一个智能简辑软件来承接它 那就不一样 好 现在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重新改了之后的视频是什么样的效果啊 互联网营销专家郑俊亚说 AI人工智能的应用已经覆盖了各行各业 它的智能化和自动化 你看它这里没有改过来 那肯定是我们的设置有问题啊 我们回到这个字幕预设当中 我们找到这个副标题 我们点击修改 你看 我们现在再把它改小一点啊 改为38吧 改为38 然后这个 改为15 是吧 我们点击提交 是吧 这一次应该就可以了啊 这一次应该就可以了 为了快一点验证啊 我们就一个县城做一个视频 先看一下啊 看看改了之后是什么效果 来 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 互联网营销专家郑俊亚说 AI人工智能的应用 已经覆盖了各行各业 它的智能化和自动化特点 让工作效率得到了显著提高 为人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和创新 因此 我们应该加强对AI的学习和研究 以便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看到没有 刚才这个它就改过来了啊 改过来了 互联网营销专家郑俊亚说 看到没有 这个字幕变小了 这个副标题也变小了 就这样啊 非常方便